那我就有一個小小的POWERPORT和HUNTER 都是比較粗疏去講到我自己行動一些的內容 或者一些的重點 那同第一分 我是一連光鎮大利產商行動去發起人家的 Imagine there's no possession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I wonder if you can 那這個反地產霸權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段新聞 我平時都很敏感一些香港拿第一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很多第一其實都是我很不願意的 譬如平時我們每年都會聽一次就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那天就是我每年最不開心的一天 因為所謂最自由其實就是 哪個人的自由和哪些人的不自由 那天我保單的 聽到這個公佈 我又是保單的一天 就是最難負擔樓價的一個城市 那我很希望呢 香港可以快些脫離這個投資 那所以呢 我很想去用行動去對港的地產行動 那樓宇買賣是一種交易的 雖然我已經決定了這三人都不會做這個交易 那但是香港很多市民是需要做這個交易的 那但是這個交易是否公平呢 那便宜價我都不說了 那這兩棟都不便宜的 就是維港一號和澳雲峰都是不便宜的 但是買了回來之後 你開個水喉想洗澡 是會出一些奶白色臭味的水 那住了不太久 那地板就會裂到好像地震那樣 那這個香港的情況 買賣都不要說其他東西了 都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 我付出這麼多錢 是得不到一個合理的樓宇的質素 那這個是第二個原因 令我覺得是需要去對港地產物 第三 當然是他們已經進入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好像剛才那樣 由起床到搭車到下街買一份報紙 你吃飯 然後可能去看電影 又或者是你回家用電等等 全部都逃不過他們的 那你要將你勞動的人工 除了樓宇之外 很多都是進貢在他們的火爆上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原因 我覺得要發起這個行動 那天水圍 大家都應該有這麼關心這個議題 有留意到那個秘密協議的報道 我相信我不用說太多了 當我們如果不去對抗的時候 原來可以有一些秘密協議 如果地產商和政府簽一些秘密協議 是可以不容許天水圍有其他的商業發展 只可以有大地產商的商業發展 是可以去到這麼誇張的 那所以一定要去拜堂 那美夫也是另一個例子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這一幅我在報議看到的時候 有一種很有動名 也有哀傷的感覺 我相信都是很典型的 香港的家居的情況 什麼都要在廳那裡做完 吃飯上網做功課或者等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邀請你的朋友 回家去教派 地產賣的權力 令我們付出了一生的積蓄 但是買來的房子 連邀請朋友回家去開心也不行 結果我們的心態就是 心態就是很屈質 這間屋不要邀請客人 要玩 開心 要出去靠客人或者其他地方 我們有一種對於自己居住的地方 有種羞恥的感覺 我們期望有一天 賺到很多錢 我們買一個大屋 我們到時就可以邀請朋友來玩 但是到這天為止之前 我都有一種羞恥的感覺 這個地方不能夠很委屈我的朋友 要邀請他們來 地產法權不單是在經濟上去到 我都在控制著我們 我覺得在一種意識形態上 都在令到我們覺得 我們要勤勤工作或者大屋 才可以邀請朋友來我家裡玩 那一天就會很開心 行動開始了 就有些媒體的報導 所以有比較多人知道 那由那天開始 我的生活就開始有些變化 最典型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選擇不去 盡量不去搭交通工具 因為大家都知道 巴士由大地產商來壟亂 地鐵幾乎是一個地產商 所以我已經很難看了 就是靠上這個 就是它來自上代的物業發展 就真的非常好 所以無論去到哪裏 我都嘗試踩單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為了要去對抗地產法權 不是為了環保 或者不是為了所謂現在說的 是低騰 然後我覺得 我就是不滿意地產法權 所以我就不搭你的車 我有兩隻腳 我有兩隻手 我就踩單車 來嘗試 至少在我自己的收益裏面 地產法權影響可以減到再低 消費 我買刀去刀譜買 我買米去米譜買 我買藥去藥房買 這些可能已經 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因為我們買刀 買米 買藥 買素 買什麼 其實都是去同一個地方 去連鎖的 銷售等等 所以我選擇 不再幫請這些連鎖 我選擇去小店 去對抗地產法權 娛樂的生活 我是讀電影出身的 我是很需要看電影 我不能武器過活 香港這麼多的戲院 其實大部分都是大商場 都是大商商的生意之一 所以對我來說 就很慘了 開始行動之後 我就唯有去這附近的豪華戲院 那裏就是一個超大行幕 950個位 你可以帶什麼東西進去都可以 前個禮拜 我就帶了叉燒飯去看 這個一部電影 單來一單車進去 娛樂的生活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是 都是我因為要對抗地產法權 我就不去商場的戲院提起 那我現在就邀請了我朋友 都跟從我這個生活的習慣 現在就在做朝鮮辦公室 這部電影都是拿香港電影的資助去拍攝 所以我覺得應該支持一下他 港產劍 所以幾天我們會和他一群人都一起 進去其實都是我們那十幾個 因為平時沒有人看的 上網 去社區中心 那個都近乎變了我私交位 去公園去體育館 家裡不能上網 這個都是對抗地產法權的行動 因為上網的服務公營商 大部份 全大部份都是大力產商的生意 我覺得他們的服務的營商手法 是非常差 我相信你都受過不少的氣 不需要我重複 所以我一向就不幫助 雖然好像不方便 但我告訴你其實我省了很多時間 為甚麼呢 因為在家裡有一些上網的日子 我覺得我花了太多時間去上網 可能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好像都是看的 但現在上網要出街才上 那我就想清楚我才會去 結果我多了很多時間去看書 還有很多時間去自己一個人做我自己想做 那我覺得這一個都是挺好處的地方 那去不同的地方分享 那將反地產霸權的思想來傳播 我特別是去到一些平時不會聽的 我相信今天這裡大家都是有心人 但是平時有些人可能他在生活裡 真的不會有機會接觸到這些 那我就去到那些地方 去跟他們說 即播一些種子 那困難呢就是 單車在香港就好像一個計時炸彈那樣 那每三秒鐘我去一個地方 就會被人走過來 即是阻止我 不讓我進入 例如是文書館 體育館 商業的大廈等等 那所以每天我都要 跟那些保安人員 去理論一群 去周旋一群 才是可以收穫 那這個我想都是地產霸權 有一個我們要對抗的位置 就是他們將一些對抗的 或者是推了給一些前線的這些 保安的人員 已知道我們不能夠直接 跟他們去抗衡 那這個我想都是一個 我們需要完全處理的一個問題 那意思 你又不好意思罵他 他罵他 但是他又在執行這個行動 去做我之我去 帶他單車進去 所以這個也是很聰明的手法 來的 離開箱 那用電很困難 沒有辦法不用電 因為兩間電力公司都是離開箱 所以在我家 我會開冷氣 我不用洗衣機 我會出街上網 所以我站在家 我基本上不用開箱 所以我站在家 就是休息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一種是我的 亦都不是一種環保的生態 而是對我來說 這種行動是對抗人的手法 我覺得 由生活的每個細節 而我的方向都是 嘗試去做到幾多 那另一個困難就是拍拖 在香港 如果你和大利產商沒有瓜幹 其實你很難拍拖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可能很快會離開你 所以我就唯有花多少心思去自己做 例如情人節 自己做一整個吃在家裡 都是出去吃那些東西 幫我自己買回來自己做 嘗試製造一些浪漫 或者沒有辦法去到 接受這些地產商製造給你的娛樂 那我就去走多一些山 香港很多很美的風景 那這個都是現實生活裡面 我遇到的朋友 那我現在呢 都有點轉變的 我有一些自主的能力 其中一個表現就是 我能夠煮東西吃 我知道什麼菜是什麼菜 什麼瓜是什麼瓜 美羽是美羽